还要来看知名的美容业者魅登峰 经传贩卖过期美容保健商品 因为涉嫌诈欺跟卫造文书等罪嫌 晚间遭到移送台北地森署复训 检方还查出了魅登峰 涉嫌道科会员印章 以此调查会员的薪资所得 已经明显违反了卫造文书罪 知名美容业者魅登峰 遭检举一次贩卖过期美容保健商品 给消费者使用 魅登峰负责人庄雅清 涉嫌诈欺及伪造文书等罪嫌 晚间遭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训 检刁追查后还发现 魅登峰还涉嫌道科会员印章 偷查会员薪资所得 检方认为这样的做法 已经涉及伪造文书罪 道科别人印章 然后拿别人薪资 那个部分我没有使用 那个不是我 那个不是 那是员工私底下的行为 那是员工私底下的行为 上午北市卫生局就会同事调处 兵分二路搜查总公司及分公司 并查扣有问题商品 它可以处6到1500万的罚款 我们会依行政程序持续做调查 那确认违规属实呢 就会依法去处理 这一个的有效率跟那个 可能会跟这一个不符 那我们现场会去查队 它整个的进口报单 它的原厂的有效率是多少 魅登峰晚间透过网站发出声明稿 强调过齐柄准属个案 经查明后若有未落实评管的情况 恢复则到底绝不推诿 UDN TV综合报道